那兩個回圈對我們來說其實也有點麻煩 所以你可以先做第一個回圈 再做第二個回圈 你可以不用急著做兩個都做 也許我們先把 問題簡化 再慢慢增加可能會比較簡單 不然你要一次做 到位的話可能會比較複雜 所以也許我們把問題先簡單化 如果今天輸入98765 他輸出35 第一階段就OK了 第二階段怎麼樣再加上輸出的這個前面的字 這個字串 然後再加上這個回圈 這樣應該就 比較容易一點點 不然的話你要一次 考慮這麼多東西 我相信很多同學應該會 會很容易做錯 所以我們先考慮什麼 先輸出98765 然後告訴我把9加8加7 一直加到5 他是35 這個結果先顯示 好那怎麼做 我們先秀一下 第一階段 我先把那個做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就是這個地方 輸出98765 Enter 35 沒錯 OK 當然呢 其他數字也沒有問題 比如說他後面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底下 3加2加32412 結果是12 也沒錯 OK 大概是這樣 如果說我要做出 第一個你要先把這個做出來 你後面再加就好了 你不要急著說一次就要做到位 一次做到位真的很容易 反而太多東西 細節你要顧慮反而會容易做錯 所以我建議 以後你在 寫程式的時候先把最重要的先做好 再慢慢 加一些東西上去 那首先的話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先產生一個sum 這個sum的話就加總的那個變數 接下來的話呢 我把我先用文字的方式 來呈現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我要先讓他輸入一個input input是什麼 那我把它放在前面有個變數叫lumber 那 特別注意 我就不讓他轉型了 因為前面我們本來要int括弧 把它轉成整數 或者eValue把它轉成整數 但是問題我這個地方我不要轉 所以呢 假設我今天輸入的是 3 2 4 1 2 對不對 它會變成是一個字串 並且放在這裡面 那這個字串的話它有個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說 它其實就跟串列一樣 你其實可以把它 看成是一個什麼 一個前面講過這個串列 那串列的話是中瓜阿虎 也就是3 0.2 0.4 0.1 0.2 那位置的話它就0 1.2.3.4 擺大到4 所以它總共有5個 然後它的編號是0到4 那如果我要取出它的話 其實啦 在那個什麼 Python裡面的話 它的字串就是一個串列 OK 那所以以後你要取出它的話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們一樣的 跑一個 所以你剛才知道要這個 這個概念嘛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跑一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I in range 一樣 然後呢 我們從0 到它總共有幾個 Lag 特別說這邊有一個方法叫Lag Lag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要知道這裡面有幾個 那 因為它 我把它當成是串列來看的話 它裡面就是有5個 意思就是說呢 我從0 豆點 那5的話就是停止 所以它會0到4之間的數字 有沒有 那0到4不就剛好是 剛剛講吧 就是這幾個 32412 2 那如果我要取出它的話很簡單 就是Lumber加一個中瓜糊 如果我中瓜糊0的話 那表示取3 1取2 2 0 1 2 3 4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就可以用 Sum 等於Sum加上什麼 Sum等於Sum加上那個值 有沒有 那個值的話就是Lumber 第幾個 比如說它第一次是0 那0的話就抓到3 3加上那個Sum 可是問題來了喔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現在是把它當字串喔 所以特別注意如果你要跟前面Sum是一個整數 將加的話 那記得前面一定要什麼 把它轉型 因為它現在什麼裡面放的一定是 雙引號 3 那如果你要加的話 遇到雙引號你不能加嘛 所以記得要轉型 那轉型的方式很簡單 前面講過你加一個 INT 前刮糊 OK打到那個 加一個INT在前面就對了 然後再來的話後刮糊 把它轉型一下 它原來的3就變成 數字3 那數字3跟零相加 存到前面去嘛 OK 然後一直在一推 分別存 存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再把結 結果給print了出來 這個也看到了 OK 這樣寫應該會 我是覺得會比那個用person 跟除除好像會簡單一點點 這個其實也是前面講過的串列喔 所以也就是未來啦 如果你對那個串列喔 中國阿虎不熟的話 也許你可以 再針對串列部分喔 再去學習一下 那坊間當然有些書籍啦 或者說雲 那個什麼Google一下 你也許可以找一下 Python 裡面那個 網路上蠻多的那個教學 關於那個串列部分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也在最後試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呢 再把那個剛剛 執行一下 按確定OK 那這邊的話 98765 Enter 35 好啊這樣當然還沒結束啦 因為我還要怎麼樣 再把那個 後面的東西補上 所以第一再來補什麼 補這個 這個東西 是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變數 這邊有個變數 那所以呢 理論上當然 將來你們考試的時候會有個紙本 但不是雲端的紙本喔 是 他真的印出來給你紙 如果說呢 你就照著打 所以這邊的話 Print 我們可以把這個先format好了 所以雙引號兩個 然後把這個東西打上去 另外的話 因為會有兩個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喔 我們用 Person好了 鬆瓜糊嘛 大瓜糊 空一格 大瓜糊 這邊可以放兩個變數 然後呢 我就把什麼 這邊加個 點format 前面有講 format 然後給 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的話呢 就是 我們的 number OK 那第二個變數的話呢 我就再把那個上 把它加到後面 然後 這樣輸出看看 理論上應該就又更接近了 後面記得再加一個後瓜糊一下 format print的瓜糊 format的瓜糊 給它兩個字 這個就放這邊 這個放這邊 記得那個空白 那它又空對 所以如果它有空白 你就把它空白一下 再輸出看看 如果說 接近 98765 Enter 看一下 格式是完全一模一樣 如果完全一模一樣 那又 向前推進一步 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 E 只能夠跑一次回圈 那個跑一次回圈的話呢 最後你可以 再把它加到哪裡呢 加到上面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 讓它再輸入一個 A Input 這邊改一個 A 然後Input 不過它這邊 可能要轉型 因為 我需要的是一個 一個數字 當A跑進來 那只能跑一次的話 你可能在這邊 就要再加上什麼 這邊 也許 在 下面 Enter一下 然後呢 跑一個什麼 For I InRange 這邊的話 可能就要加一個A 跑幾次嘛 A如果輸入1的話 那我們就是從 1 一般是1開始 加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讓它跑一次 進到回圈裡面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 記得喔 這個如果加一個 For回圈在上面的話 請記得按一個 Tab鍵 因為它有一個 For回圈在上面的話 它要在它的裡面 執行的話 記得下方 選 選完之後 按一個Tab Tab 縮排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讓它可以 可以 跑完這個回圈之後 再跑底下的回圈 OK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 應該就 沒問題了 有沒有 一次 所以它這邊 輸入11 然後我們11 11 就是跑一次 進到裡面的話 它就做一次 做完它就離開了 它就不會再 試一下好了 執行 如果這樣OK的話 1 A等於1嘛 OK 那就跑一次 再來的話 987 65 Enter 35 這樣OK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可能我分 三個階段喔 第一階段 你們先不要加這個東西 最後再把format加上 第2 這個第1階段是先把這個做完 中間的部分 第2再加這個 第3的話呢 再加 這個for圍圈 這個for圍圈 然後你就怎麼樣 記得喔 這個打上去之後呢 請你在這邊加一個 選這幾行 按一個Tab的鍵 讓它縮排一下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然後 那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是用那個 切字串的方法 一個一個切出來 一個一個把它做給加 或者是 當然第2個方法也許 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不用那個 一個切出來 你可以用person的方法 person加除除